从目前我们获得的数据来看 我们实际上是12月份先后在一个星期之内 从香港获得了两株Omicron的病毒株 然后在我们实验室里 目前对其中一株进行的相关的研究数据基本上出来了 基于目前出来的结果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是针对我们常规的两剂接种以后 采到的血清20份做了一个检测 同时对于三剂的接种后的48份血清做了一个检测 目前看来的检测结果表明 针对于两剂接种以后的血清 确实是针对Omicron的综合能力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整体的阳性率在35%左右 然后对于三剂免疫以后的血清 我们发现仍然阳性率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48份血清里面有45份都是阳性 这样阳性率达到了94% 所以这个结果整体上反映出来了 就是说第三剂的疫苗加强是可以有效地提高 现在肌体免疫以后这血清对新的Omicron变异株的综合能力的 这是我们目前获得的一个数据 当然时间仓促我们手上还有另外一株病毒的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 当然对于我们目前各种临床实验当中能收集到的 不同抗体水平的以及不同免疫程序获得的血清 我们都需要系统的用这个病毒进行评价 来获得对于新的毒株对疫苗是否有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评价 这项工作呢我们目前还在进行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